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还是做到了 嗯 再试试更远的距离吧 凯文 你笨死了 你果然又是一个人待在这里 苏 你怎么 没 你也来了 亏你还问得出口 今天我们不是约好了一起吃饭吗 难得得特别假期 你又要像以前一样 待在运动场一整天吗 哪有过那种时候啊 没关系 就游着他吧 我早就已经习惯了 我 说到底凯文 篮球原本就不是适合你的运动 游泳 田径 哪怕举重也好 如果你真的想朝着运动员的方向发展 这些才更适合你吧 那些有什么意思 仅仅只是冲击身体的极限 简直太枯燥了 而且一点都不酷 我在意的是胜负 你能明白吗 你真的以为 我把一个球丢来丢去就能开心 我喜欢的 是胜利的瞬间 懂吗 嗯 我们听听也就算了 这话可不要在其他人面前随便说 会被别人认为太过功利的 我才不在乎 而且事实也不是你想的那样 嗯 怎么说呢 我想要的那种胜利 既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 它仅仅只是一个瞬间 但那就足够了 我不在乎在此之前 我要付出多少 更不在乎这场胜利 能为我带来什么 好了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 但说实话 世界又不会在你迎来那一瞬间的时候 停止运转 和你的很多其他想法一样 实在是太过一厢情愿 又不切实际了 只是你理解不了而已吧 你说呢 没 我完全同一肃的看法 啊 不过 有些时候我就是觉得 你因为这种纯粹 才显得比别人更可爱 没什么 我先去那边等你嘛 听见了没有 苏 我以前是怎么说的来着 行了 你显摆什么 赶快换身衣服吧 我也到外面去等你 知道了知道了 我再试最后一次 别耽误太久 已经很晚了 你们看到了吗 我做到了 没 没 苏 你们都去哪里了 你们看 我 我做到了 我做到了 赫克托尔知道 王国终将陷落 阿卡留斯也明白 自己正在走向死亡 但他们两人 依然义无反顾地 踏上了战场 他们并非坚韧过于常人 只是知晓失败 是胜利的另一种名字 你们看 什么是胜利的 我情况 对 我看 是胜利的 所以 为什么